我们把最后一块reactive的剩下的部分说完 然后再把服务器端渲染 整个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react的内容 这是最后一部分 好 我们现在开始说 首先我们大概还会介绍image flat list touchable opacity tax input 这也是几个大概常用的空间 其实来讲也就是大概就大家做到心里有数 这个东西怎么用 然后最后是SSR SSR是server slide rendering 也就是服务器端渲染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服务器端渲染的原理 那么我这里边 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服务器端的代码 那么我会在这个里边 也给大家一个代码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跑起来的 因为真正的如果服务器端渲染的话 部署不应该由前端来部署 相应的内容应该是后端的人来部署 当然来讲是要你写完component的 你要把所有的组件写完扔给他 然后其实来讲开发也不做部署 正常来讲涉及到部署的都应该是 你有运文就是运文 没有运文的话一般是后端工程式 然后只是把它布到相应的东西上去按照要求 但是来讲我们大家要知道怎么去写这些东西 而且你先用前端的方式来做 做完了以后 然后再在后端上去做一个相应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原理要知道 OK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image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这个东西相当于原来我们的img 就是html里的img 现在这叫img写齐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正常来讲应该再开一个新的那个什么 但是那个样子就比较慢 所以我在这里边就都写在这里边了 然后在这的话 我给他名字在命名的时候 我为了告诉他这是第十课里边 是10下画线01这样 OK 那么在这边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从考一个根治类似的 Ctrl位 好 当然来讲呢 我们在这里边肯定要大概的修改一下 好 那么前面呢 这个呢 首先是一定 我们想想哪些东西是需要的 view一定是需要的 对吧 然后sell sheet我们也要吧 字可以大一点 然后的话呢 image 是需要的 那么这儿完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底下这俩就保留了 反正什么时候都能用 不耽误 那么这就是我就1001 我中间就不加下画线了 对中间就不加下画线了 那么底下当然我要改一下1001 1001 OK 然后在这儿做完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改一下它 改一下它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个image image的话呢 那么这里边会有几个 比如说style 这里的style 我说一点哈 这个style的话 首先 一般image来讲 你要给它设定宽度和高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设定宽度 第一个呢 是 dth 我一会儿会把我的那张照片拿 我来那根是方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的宽度呢 我们就设定成100 然后高度呢 eihht 也设定成100 那么第二个呢 我会拿一张其他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 那什么 那么它的宽度呢 这个因为我知道它的期间的宽度 那么这个呢 我给它设定成300 然后高度呢 还是100 好 我们先把这个style设上啊 这是myclass 1 是mystyle .class1 然后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 先把这个给它弄掉 要不它捞红线 然后我们如果想 知道它是哪儿的话 要解一个sauce s-o s-o-u-r-c-e 等于 然后呢 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那么其实来讲 这种图片有两种 一种图片呢 是说我这个图片所在的 呃 位置呢 这是就是项目里边的一个位置 比如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folder 叫mg 然后在这个folder里边的话呢 我们考一个刚才在别的地方 i-seat里面 哪个地方有啊 好像这个地方就有 07- 杠他 哎 不对 public 对对对 在这 复制 我们给它考过来 image 粘贴 好 这有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儿就能做这事情了 它的sauce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要讲一点 第一个它要用require i-e-q-u-i-r-e ok require后面跟一个路径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上一层到app层 再上两层到根 然后下去到image 所以是一层 两层 然后到img 然后到me.gpg ok 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看 能不能出来 有个提示 往里一看 remote debugger is a background which may cause ap plan 没出来是因为我没往里引啊 这是1001001 好 这个地方呢 是引的是10下化线01 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改成1001 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这张图片呢 就在这显示出来的宽度是100 高度是100 那么这个是对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东西来自于网络 那来自于网络怎么办呢 这个因为也是怕侵权啊 我就拿一个我原来创业的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东西 啊 b3w.bb-kj.com ok这是白面空间的一个 那么我们拿这个图标 比如大家看这个复制图片地址 然后到这儿 把这个图片地址拿过来 一看 哎 他先说这啥也没有啊 你仔细看啊 这中间有一个黑不溜秋的 能看见吗 他因为是一会儿加白底 这个看起来就好看了 他透明底 现在这个就是看不出来 好吧 反正这个东西能用 我们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底下在这儿 照方抓药 image 然后style 等于 mystyle .myclass 然后呢 这个地方加个杠 把它扔到后面去 sauce 等于 这个时候 sauce怎么写 不是requare了 是写成一个对象 里边uri 不是l uri 然后后边是一个 这个东西是不错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个jpg 到底是自己的 还是从网络上来的 这个如果在浏览器里面呢 其实你真的 他不太分辨本地的和外地的 和外面的 他顶多是有一个跨域的问题 而且img的src 也没有跨域的问题 但是在手机的app里面 我现在提醒你 我们现在在app里面 app里面有很大的区别 从外面拿一个 和从里面拿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分别 我们来看哈 好 摆面空间这个标出来了 看着还算清醒吧 好吧 那么image的话 就支持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想呢 用那个 给他配这个路径的话 他叫sauce 他不叫src ok 他不叫sau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